骨头最讨厌的三个动作你都有吗 如果你的身体是一座大楼 那骨骼就是支撑大楼的钢筋 我们全身呢有200多块骨头 为了保护我们的骨头 这三个骨骼讨厌的动作就不要再做了 第一个就是脊柱 最讨厌你翘二郎腿 长时间翘二郎腿非常容易使我们的脊柱侧弯 脊柱呢喜欢屈膝触胸 每天坐一坐就能够远离驼背和高低肩 第二个呢是腰椎 腰椎最讨厌的就是您窝在沙发上半坐半躺的位置 腰椎的弧度发生了变化 腰椎肩盘受到的压力不断增弹 就容易引起腰椎肩盘突出 腰椎喜欢您在睡觉前坐一坐 五点支撑在床上屈膝90度 把我们的头双肘和足底着床 把同步抬起来 第三个就是膝盖 膝盖最讨厌您跪着干活擦地板 蹲着洗衣服 这样做呢会加速我们关节的磨损 严重损伤膝关节 膝关节最喜欢您有空的时候呢 练一练支腿抬高和空中登自行车 您记住了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